IT全播报 向客户提供处理器 即使双方关于授权存在纠纷 对此苹果手机系统架构总监 马蒂亚斯·萨奥尔解释 苹果早在2012年就将爱立信 博通和英特尔列为设备的 原件供应商 但这些公司的产品 都没有达到苹果期望的技术标准 直到2016年9月 苹果发布iPhone7 依然只有高通能为支持LTE的 苹果设备供应芯片 等于基带芯片市场的技术门槛很高 这样看来苹果依然很难在短期之内 摆脱对高通的依赖 这对高通来说 算是个好消息